今天来了这么多 不光是很多人跟着易老师怀旧 还来了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 他们老说80后过于现实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说80后过于现实 说90后就更不好听了 说90后脑残 我都现在都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什么词 可是在你那个年代 不也一样吗 照样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那肯定是 我倒是觉得人是需要碰钉子的 所以成长就是这样的 可能要摔很多次的跟头 可能会得到很多的教训 也许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不得不说 但是又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是18岁 进江 然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场连队 做军肯战事 10年 然后到乌鲁木齐 在新疆钢铁公司工作3年 一共在新疆工作13年 相当于毛主席在沿岸的长度 那么年龄呢 就是从18岁 再加13是多少 31 那就是我最好的年华 那么最好的年华 当时有两个饥渴 因为它赶上文化大革命了 赶上文化大革命呢 我们这代人呢 是很惨的 怎么想 这个 长个儿的时候 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就没饭吃 所以我个儿长不高 高富帅 第一条就没了 对吧 我两个弟弟都比我高 对吧 我摊上了就没饭吃 那么长知识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 没书看 没书看 往后就 每班车都搭不上 对吧 这个平之声 要考外语了 分房子 要交钱了 反正那都倒霉的 都摊上了 那那一段时候 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 两个饥渴 一个是读不到书 第二是没女朋友 信即可 有什么不同 不同在于 这个读书这个事的 还有招 还有办法 因为我随身带了书 你都带了什么书呢 有可以公开阅读的 比如说 毛选 对我们上图也有 对 鲁迅 是可以看的 对 鲁迅的书 马恩的 这是可以公开阅读的 还有一些呢 不能公开的 比如说唐诗诵词 这是不能公开阅读的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 我会找一个 红的那个塑料皮 把它包起来 就是还可以 你聪明的和我一样 我上中学的时候 代数课 我找了一本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外面包了一个 代数的书皮 老师走到我的面前 我看了入迷吗 帮帮帮的敲桌子 我还跟他说 不要烦 你那时候不怕被发现吗 如果被发现会怎么样呢 他有发现啊 比方说 我偷偷带了一张 不是我带的 是我的战友 也是知青嘛 好像也是上海知青 上海知青 他带了留声机 哇 好高级啊 听不听得懂啊 放黑胶片的吗 黑胶片的 手摇的 那叫留声机 黑胶的那个唱片 对 他带了一张什么唱片呢 梁山博语注音台 就是何战豪陈刚 创作余丽娜演奏的 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博语注音台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 在偷听 被发现了 会怎么样呢 发现了以后 领导就来说 你们在听什么 我们事先就把那个 那个片名呢 给它弄掉了 然后弄了一个 那个 胶带 贴上去 写了一个 能业学大寨 我说 这个曲子叫 能业学大寨 他说那你再帮我听听 这像学大寨吗 我说是 他说 我说这个呢 这个本来是有歌词的 你看我那种聪明嘛 就是我不是聪明嘛 我说我可以唱个听 人民公社好风光 家家户户户中天忙 农烟雪打在脂肪香 他说这个好像 你再往下放啊 再到了那个 就是那个那一场 就是那个 划跌 划跌之前 那一场 不是有这一段吗 我说你看这找劳动啊 真先恐后 在毛泽东思想 光辉指引下 干净十足 革命干净十足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雷锋精神 王劫精神 全在这儿了 然后到话地 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不就清风烧吗 难怪后来陈刚 跟你一见如故 你把它隐藏在 梁柱背后的密码 全部破译了 这就是潜伏呀 你就是老鬼呀 对 我把那黄歌给唱红了 你知道吗 现在你看鼓掌的 有年轻人 也有跟你差不多 同样年纪的人 可能很多年轻人 并不大能够理解 就是像在你这个年纪 总爱跟他们说 你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啊 可是你知道 80后90后怎么讲啊 我们条件怎么好了 我们压力特别大 对 我们竞争很严酷啊 就是你们这些 老贼 老而不死 为之贼 你们用光了所有的资源 你们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然后你们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 你们还像大鸟一样的伸展翅膀覆盖在我的头上 让我没有力追之地 到现在你还管我 你看你给我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我建议 我的同龄人 不要管 我就不管 不要管他们说这些话 继续管着他们 不要管着他们 为什么要管着他们呢 为什么要管着他们呢 不放心啊 我爸爸妈妈每次跟我说的就是 我是为你好啊 是 我看着他那个表情 我也觉得 他真是为我好啊 我真想死啊 那个时候我们癌症的时候 他们也这么说的 我是为你好啊 嗯 你想过死吗 想过啊 自杀过吗 没有 想过 没有付诸行动 因为我想 他娘的我恋爱都没有谈过一次 我就自杀了 亏的慌 等我恋爱成功了 就不想死了 所以啊 家有儿女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们该谈恋爱的时候就谈吧 他可以制自杀 对 你让他谈啊 他谈恋爱会怎么着呢 对不对 他会怎么着呢 等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跟现场的父母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没那么多废话 我们聊一聊呢 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天 对对对 我们讨论讨论 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成长 然后可以跟易老师对比对比 跟我们现场每一个人都来对比对比 你看我们说的关键词 有青春 有失恋 有自杀 自杀是成长中的一环吗 这个不能这么说 对吧 这么说 我今天完了以后就得到派出所去报道 这个不能说 自杀是成长中的一环 可是他一定是遇到压力 挫折 失败 压力 是这个生命中的一环 但关键在于你是什么态度 因为这个是不是一环呢 要看态度 对吧 你如果把它变成包袱了 那就不能说这是一环 你如果把它变成财富了 那就是一环 对吧 我曾经引用李敖的一句话 他有一句话 他说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 那么他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呢 他是要跟国民党算账 因为国民党呢 关了他十几年 是在他也是最年轻的时候 生命力最旺盛 信誉也最旺盛的时候 然后李敖就说了 在那个坐牢的时间内 我天天揭竿而起 夜夜无孔可入 所以我恨死了国民党 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 我要跟他算账 那么我把这句话拿过来 我要重新阐释 就是 我要把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 解释为什么呢 哪怕坐牢 你也把他当做人生的体验 把他当做人生的财富 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人生 挫折 失败 包括失恋 都是财富 那么你如果不是这种心态 你这牢就白坐了 我给你讲清楚 核算不核算 自己算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 天下没有白吃的饭 就连白毛女的白 都不是无缘无故来的 对 可是遇到很多事的时候 我们看别人容易 对应自己 对别人脑袋比较好摇 是吧 对应自己就很难 你那时候就没有沮丧过 你没有抱怨过 你没有绝望过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连这个机会他都没给你 容不得你抱怨 容不得你沮丧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 已经麻木了 我最后 从新疆回内地探亲 马路都不会过的呀 为什么 我觉得这车路上 这么多车我怎么过得去啊 傻掉了 容不得你来沮丧 哀叹我 还自杀 你自杀 自杀叫自绝于人民 你自杀了 你全家完蛋 真有道理啊 这话讲一讲真是有道理 就是容不得这三个字 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老先生 老太太 你们都应该记得这个年代吗 你敢自杀吗 你叫自绝于人民啊 你全家都完蛋的 我给你讲一件事 这就是时代的不同 我一个同行 有朋友 他呢也是曾经想要自杀 我觉得人会在遇到这种压力 或者挫折 难以回避的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到一个很极端 你但是 人真要死 那得需要很大很大勇气的 别以为那事容易啊 但是他呢 遇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80年代流行喇叭裤 对 对吧 你也穿过对吗 没穿过 喇叭裤 不敢 叹过爆炸头吗 不敢 戴过河马径吗 河马径戴过 终于有一样赶子了 喇叭裤当时 大家规定 我告诉你 蛤马径 T恤衫 喇叭裤 是不良青年的标准着装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还 您还有那个流氓气质 还没有养成 对吗 我那时候不读书吗 学生嘛 但那个时候喇叭裤 都是有规定的 就是那个裤脚呢 不能够高于一尺 超过一尺之后呢 就有人专门拿剪刀去剪的 对 结果他呢 我就是同行 就回去跟他爸爸说 那做一套喇叭裤 裁缝做的 做喇叭裤 裤脚要多少呢 他说 一尺二 他爸说不行 允许你穿 但是不能超过一尺 一尺一 上来 不行 一尺 心里想想 再降零点五吧 还是不行 就是一尺 我不活了 他就决定去死了 真的决定去死 走到一条河边 往下看了一下 天哪 这水太可怕了 站在那想了想 掉头回家了 这个人叫窦文涛 窦文涛是我武汉大学的校友 他应该记得我们武汉大学发生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关于喇叭裤的 你给我们讲讲 这个 我刚才说了 蛤蟆镜 T恤衫 喇叭裤 叫做不良青年的标准着装 最好首提一个收入机 里面放邓丽哥的 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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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踩 那个就是不良青年标准着装 后来这个标准着装慢慢地传入校园 传入校园以后呢 我们就有本科生 那时候我是研究生嘛 本科生就开始穿喇叭裤 学校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当时学校还是比较开明 就没有搞批头会 没开会批判 就一个很人性化的方法来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我们学校的一个三叉路口贴了一个标语 叫做 喇叭裤能吹响像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 一条裤子真是有点吹不响 然后我们的同学就在下面贴了一条小标语 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好聪明 然后这个喇叭裤呢 我就想起上海人 那个时候呢 反对的是两种 一种叫小脚裤 除了喇叭裤以后 小脚裤也是不良青年穿的 就很瘦很瘦 就是你裤脚不能宽了 也不能窄 上海人发明了一种裤叫直筒裤 记得吧 上海人最聪明 住亭子建的 上海人就是这样 上海人他就是这样 你五十年代流行猎林装 后来流行中山装 那猎林装中山装穿在上海人身上 他就是好看 那么他穿在别人身上 他就是不好看 后来才发现了 上海人会在那个腰或者裤脚上 做一捏捏小动作 他就做那么一点点修改 蛮好看 所以这个东西你挡不住的 就是人性当中的那种对美的追求 对善的追求 不是你压抑得了的 不是你抵挡得住的 那么既然如此 你何必来管 对不对 你管那么多干啥 上管天下管地 中间管着生殖器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 管得了吗 对不对 你管得了吗 而且你做父母的你不要管那么多 你管什么呢 对是这个待会交流才说的是吧 现在不说是吧 不是今天有父母啊 也有这么多为人子女的啊 大家可以一起来聊 要不我们就现在边聊边跟大家互动吧 行行行行 好不好 今天我们大家一律平等啊 对对对 就不管您是媒体的 是学生 还是和易老师一个时代的人 还是我们 你看我们还有图书馆的领导在啊 都一样 我今天没看见领导 大家公平提问 谁有问题呢 你不要含情默默地看我们啊 我实在看不清楚 举手 这样呢 我听见好吧 媒体先优先吧 媒体优先啊 好吧 好呀 易中天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上海新闻晨报记者 你好 你好 那个就是今天的讲座是成长中的关键词 我想你能不能为我们总结一下 你的关键词是哪几个 谢谢 我的关键词 就是我自己的 我成长中的关键词 挫折 失败 人家不都说你挺成功的吗 你怎么上来就说自己失败呢 这叫撒娇 失败是成功之母 错误是正确他爹 我成了个没爹没娘的 现在父母伤全 你以为我是从那石头里蹦出来的 对吧 我是观点很明确的 其之鲜明地反对立志 其之鲜明地反对陪忧 其之鲜明地反对成功学 其之鲜明地反对望子成龙 你把很多人家庭里面最基本的一套规矩全都反对掉了 我的口号是望子成人 是成龙 这龙和人啊除了物种不一样啊 长得也不像之外 在你看来最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龙其实是没有的 龙是虚构出来的 虚构出来吓唬人的 他在古代叫皇上 那么正因为皇宫里有一条龙 全国各地遍布的是地头蛇 地头蛇就叫小龙 对 小皇上 我们这个民族吃皇上的亏还不够吗 你还在整出地头蛇来吗 所以要望子成龙 成人 那么成人呢 我有四个标准 第一叫真实 第二叫善良 第三叫健康 第四叫快乐 八个字 真实 善良 健康 快乐 达到了这四条 达到了这四条 就成人了 至于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 在什么行当 拿多少钱 全是次要的 那么这四条我要解释一下 第一真实 有人跟我说 不可能 你在这个社会 你能全说真话 你敢说你没吃过地沟油 那我是被动的 你敢说你没喝过三聚清安的牛奶 那也是被动的 这个跟真实没有关系 这是被动的 所以很多人会讲呀 环境都是如此的虚构 但是 你还有一某三分地可以守得住 虽然环境是这样 还有一某三分地 在哪 你能守住 你要知道古代的妓女 尚且能够做到 卖意不卖身 卖身不卖心 对不对 你躲不开地沟油 现场有多少人想回到古代啊 你躲不开地沟油 你躲不开三聚清安 你能不能不给自己心里面 你自个儿放下三聚清安 那你做不做得到 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 五月散人写专栏的 他有一篇文章 中间有一句话 是因为 因为你提出来了 我才牢牢地记住那句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准 就是人不能像三聚清安一样的活着 这是你说的那个 守住一亩三分地 不是 就是说你 自己守住你的心灵 你比方说我曾经采访一位 四川的县委书记 我跟他说 我说我约法三章 说真话 不说假话 说实话 不说套话 说人话 不说官话 否则 我不跟你谈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懂四川话 我用四川话说 他说我这个县委书记啊 一点儿管话不讲 是不可能的 有的 我一点儿死话不讲 也是不可能的 有的 我说那行 那你这就是实话 对 对吧 那么处在这种地位上 那么我们可以说 你打个折扣 那你某种场合 你说官话 你某种场合 说实话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不能接受的是 永远说的官话 套话 废话 空话 屁话 而且 而且 小小的年纪就开始 我看到一期电视节目 怒不可遏 一个幼儿园的北京 哪个幼儿园我不说了 幼儿园的一个小女孩 扎着两个小便 摇着脑袋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来宾 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 在什么什么之下 一口就说了四个之下 对不对 我请大家 各位将来做主持人 上来第一句话 能不能不是尊敬的领导 我今天说了吗 真对不起尊敬的领导 你们可以去查我的 所有的录像 我在任何图书馆和市民讲堂 第一句话是 尊敬的市民和读者 绝对没有领导 领导算什么 对不对 我在某一个市 做演讲 也是市民演讲 他们的安排是 第一排做的是市委常委 中间做的是 各个厅局的干部 然后市民坐在周边 当时就有一个市民 起来提问 就说 易老师你看 这样的安排 你认为公平吗 那个主持人脸就下白了 说这个问题不能回答 我说为什么不能回答 但是我不能替人家道歉 对吧 人家安排 我就对那个提问的市民说 我说谢谢你的提问 我个人理解 主办方这样安排 是认为领导干部 更应该参加学习 领导干部还是很爱学习的 这是一个是吧 第二 真实 真实我们讲下去 还有人说 那你能做到 只说真话 不说假话吗 我说你也能做到 我教你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康德说的 康德说 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 但没有义务 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如果你觉得 某个真话说了以后 对你是不利的 你可以不说 你可以保持沉默 对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你可以烂在肚子里 但是你绝不说假话 最后你说出来的 还都是真话 这是真实 这是第一 第二条标准 就是善良 善良不是天天上街学雷锋 不是像周立波说的 每天到了学雷锋的时候 小学生都到斑马线上 去扶老太太过马路 就是老太太那天 特别不够用 有一个老太太 过了一上午的马路 扶过去也被扶回来了 对 对吧 善良不是这个意思 善良就是一条底线 叫侧隐之心 就是你不要无缘无辜的伤害人家 如果是举手之劳 就可以成全人家的 你就成全人家 随便举个例子 旋转门 就是那个弹簧门 酒店的弹簧门 你进去的时候 回头看一眼 后面有没有人 你不要进去 手一放 门门弹回来 把人家摔一根头 这个可以做到吧 标准很低的 善良 对 第三就是健康 健康包括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第四是快乐 我们现在的孩子 太不快乐了 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 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 我对他评论是两字 恶毒 对 你们知道吗 什么叫起跑线 毕老师什么时候才红的 那要在起跑线上比的话 他早就跑在人家后面了 起跑线其实是一样的 就凉肚子的身 出凉胎就在起跑线 终点线也是一样的 火葬场 有啥好比的 对不对 而你的童年 少年 青春是永远回不来的 就算你 为了所谓的 不输在起跑线上 你拼搏了一身 到了晚年 你回首 你人生无悔吗 回不了了 回不去了 拜托各位家长 给你们的孩子 快乐的童年吧 这个我还是 我又回答完他的问题了 对 四条 真实 善良 健康 快乐 望子生 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过去了 就不会再来 我印象很深 就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我小的时候认为他非常暴躁 他是一个 你问过我 说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说他暴躁如君王 敏感如诗人 你想想他有多难搞 太难搞了 对 你摊上了 对啊 这个是不能修改的 我好就好在 我认账 那就是我爹 对 我是认账的 但是后来 我已经很大了 他有一次忽然看着我 特别感慨地说 我小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 没有抱过你 等我觉得 你说现在还可以抱 等我觉得我可以 就是希望能够抱你的时候 你已经再也不肯坐在我的腿上了 就很多事情真的是过去了 你这个故事讲得我都挺难受的 其实是吧 所以诸位 诸位一定要抱孩子 要抱 男孩女孩都要抱 对 不要以为说自己忙 自己忙 你忙得过一中天吗 他也抱他女儿的 对 我女儿一直到三多岁 还能坐我的腿上 从小抱大的嘛 因为他中国 你们家比较特别啊 为什么 你女孩这么谈 你爸不抱啊 中国的传统是不能抱男孩 女孩是可以抱的 叫做贵养女健养男 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 你们家是把你当男孩养吧 所以后来发生一件事是这样的 怪不得人叫你李爷呢 人家深刻地教育了我 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称呼决定命运 什么叫称呼决定命运呢 自称 自称 人家 人家要这个 人家要那个 人家让你帮我做马 这样的人 基本上什么活都不用干的 女人吧 对 自称偶的 就活着干一半 自称我的 那就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干 自称爷或者老娘的 男人女人的活你都干了 后来呢我那一天出去采访 回到电视台的电梯里面 我先进电梯 电梯里面三个人 后来非常严肃 目无表情地 上到第五层的时候 下去一个人 剩了我和另外一个男孩 乐佳男孩长得挺像你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频道的 他看了我一眼 他说李爷您回来了 看了所有活都是你干的 这你爸培养的好 对 所以我就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会 会以为 社会给了你这样那样的标准 那么我好像 如果不能够 你看那个房地产广告 好像你不买这个地方的房子 你的人生肯定是不成功的 对 你不能买某某品牌的汽车 你的人生又是不成功的 对 你在没有上某一个学校 或者你上了某一个名校 不信是唐骏那个学校 那唐骏倒了以后 你的人生又不成功了 所以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不成功呢 这个 我前不久在厦门 一次演讲 有一个人问过一个问题 他就也是问 他说我能不能成功呢 那我说你是要为谁成功 他说我为我自己 然后我说你现在就成功了 因为你为了你自己问了这个问题 你不成功了吗 所以为自己成功是很容易的呀 而这些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不成功 他是为别人成功啊 以别人的成功标准为标准的 如果你自己定一个标准 不是很容易吗 我见过很多人不幸福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福布斯这个家伙太恶毒了 他把财富弄成一个排行榜 然后地球上就从第一名排到第五十亿 我觉得我就排到第多少亿之后 就心里肯定不平衡 那我要自己有一个排行榜的话 对我跟你可以讲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自认为极其成功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言松 知道吧 名代的大奸相 对 言松怎么总结自己的成功啊 他说有我福 补我受 就是福气像我这么好的人 没有我年纪这么大 他活到九十多嘛 有我福 无我受 有我受 无我夫妻共白头 老伴活不了那么长 对 有我夫妻共白头 无我子孙九十九 他多子多孙 孩子特别多 有我子孙九十九 无我个个天皆走 他所有的儿子孙子全是大官 你说这样的成功哪里有 最后怎么样呢 儿子杀头 自己罢官 超莫家产 最后走在人家的坟墓旁边 搭个旁 毛棚过日子 惨死 这就是成功 所以人有居高临下的时候 很可能瞬间就变成居下临高 那么到底那个标准 就那个平衡点在哪里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探讨 好吧 来 还有人有问题吗 有吗 对吧 那刚才的同学问题还没回答 他扯远 他说这什么问题 幸福 对 幸福很简单 幸福是主观的 我就讲个故事吧 这个有四个人讨论什么叫幸福 第一个人呢 是英国人 他说我理解的幸福呢 就是下雨天 因为伦敦很喜欢下雨 下雨天 我忘了带伞 然后我在街上呢 也打不到车 然后淋得浑身湿透 这个血也湿了 肚子也饿了 饥寒交迫回到家里 发现我家里面的壁炉 已经生着了火 茶几上放了一克三明治 和一杯热牛奶 我就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那么第二个人是法国人 法国人呢 他说我的幸福是这样的 双休日老板让我出差 那么我很不情愿的提着行李上了车 却发现我在旁边坐了一位庙林女郎 她将伴随我度过整个旅程 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又浪漫又不靠谱的法国人 第三个人呢 是苏联人 准确的是苏联人 苏联人说我理解的幸福是这样的 说有一天凌晨四点 我睡得正香 有人敲门 我迷迷蹬蹬爬起床 打开房门 发现外面站着两个克格勃 秘密警察 一个手上拿着手枪 一个手上拿着手铐 对我说 以万 以万诺维奇 以万诺夫 你被捕了 然后我 猛地醒过来 向他们拘了一躬说 对不起 以万 以万诺维奇 以万诺夫 住隔壁 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结论是什么呢 幸福是主观的 幸福的表现三个字 幸福感 你感到幸福 你就是幸福的 那么每个人的幸福感 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不能够帮助你 找到幸福 抱歉 其实我一直觉得 幸福是一个很乏味的词 非常乏味 只有在你 想要一件东西 然后为它努力 经历其中所有的过程 那个会让你有幸福感 而不是直接抵达 对 抱歉 也是我个人看法 来 你好 特别想问您 我看过您写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我觉得有一些理解是特别精辟的 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有两个词 现在特别的时髦 就是圣男和圣女 您是怎么看待圣男和圣女的 您觉得像《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 可以很好地解决 中国圣男圣女存在的问题吗 这我给您说一个真实的事 某个省 我就不说这个省的名字了 某省地震 那这个省呢 就给国务院呢 写了一份报告 它的正确的这个表述 应该叫 关于我省地震情况的汇报 对吧 正确表示 就汇报一下情况嘛 结果这个 七朝文件 不知道怎么 就写成了 关于我省地震的寝室报告 就是我们省该不该地震 在寝室下国务院 朱镕基总理批了一行字 这事我管不了 现在我用朱总理这句话 回答你 圣男圣女这个事 这事我管不了 《非诚勿扰》里面 你的问题我也管不了 《非诚勿扰》 能不能解决这问题 最好问乐佳 乐佳 你有什么精彩答案 乐佳还是亮出楼审 让乐佳说几句话 你是知道我在 才故意问这个问题 是吧 我首先声明第一件事情 我大概在 我01年到03年 在上海图书馆里面 因为我那个时候失业 我在图书馆里面干活 干了两年 一直读书 他也失业 听到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 我做过两次讲座 我很久没有来听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易老师的粉丝 所以今天来 他前面讲的观点 其实有个别的观点 我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再批判我 第一个 圣男大多数是被动的多 圣女其实是主动的多 我现在能回答你的问题吗 你理解了没有 好 回答我们第一 第二个问题 《非诚勿扰》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非诚勿扰》解决不了 但《非诚勿扰》和《非诚勿扰》 类似的很多同类的节目 可以呼唤起来 所有民众对他的重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好吗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问 一定要 因为你没有看过 所以你没有发言前 不不 我就你这个问题回答 提一个问题好不好 你说 你说 《非诚勿扰》节目 能呼唤更多的民众 来关注这个问题 这话我听不懂 就是说 第一个 圣男圣女之所以 剩下是因为没人关注他们 是吧 完全不是 我的第一个概念 比方说像你这种 已经老掉牙的 在江湖外面的 你可能从来不知道 圣男圣女 虽然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关注了又能怎么着呢 你关注了以后 你比方说就会有人来问你 我以身相许吗 至少你可以给人家很大的安慰 谢谢乐嘉 乐嘉今天是来站台的 所以呢潜伏了很久戴着帽子 最后终于露出一个光头 那边有一个 您讲 易老师你好 我很欣赏你的幽默 低调感 我就是有个问题 我觉得这边就是家长 就是8090的时代 家长怎么来管好孩子 我就这个问题 8090将来怎么管好孩子 他说那个80和90后的家长 怎么管住80后和90后 哦 那你要我说实话 对不起 我只有三次管不着 哎呀我70后很抱歉 是没资格回答 但是我最恨别人管我 包括我爹我娘 管不着 管不着等不等于完全不管 他是这样的 我还是强调我刚才的那个观点 你可以做样子 你可以做样子 但是你要去横加干预 只会引起反弹 除了反弹以外 不会有别的结果 烦啊烦死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 你不是说 但是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不要说他们这个年纪的想管住自己的孩子 那我们家 我们的老一辈的 我父亲那一辈的 硕果仅存的那几个老人家 哪一个不管我呀 对不对 那管的就是 美国只要一拍电影 就把全世界都管了 对啊 我只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表示理解嘛 但实际上他是管不着的 你说 他们能管着我吗 都全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管着我吗 管不着呢 在滨江大道上面嘛 呃 周末的下午到那边去喝东西 然后我会注意到有很多 呃 父母带着那个小孩子在那边玩 那个外国父母和中国父母是有区别的 那小孩子在那边跑 然后外国的小男孩啪就摔倒了 这个父母就在那边看着他 后来根本就不看他 那个小孩子左看右看 没人理他 咧了蝶嘴站起来了 走了 然后这个中国的小孩子啪摔倒了 现在冲出来一对父母 然后就好像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就是开始打桌子打地 然后开始这个地不好 怎么摔了我们家小朋友 桌子不好 连空气都不好 然后这个孩子本来我觉得他没有要哭 哭得很厉害 最后哭到他自己都害怕了 就止不住哭了 非常好 我就在想 其实有的时候你管他 让他不要摔跤 可是他自己非要去摔那一跤 他获得的那种真实的疼痛感 对他没有好处吗 我从来都是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妈妈会说我是白眼狼嘛 就永远告诉你不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去 回来了以后就会说 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但问题是 那个亏是我自己要吃的 我认账 我想一下 我过这个桥 如果我会摔下去 摔不死 我愿意认账 那我就过了 即便是摔了 有什么不好呢 我到现在就身上无数的伤疤很多 还活着 还不错 自我感觉还不错 就是我同意李磊的观点 就请各位家长记住 千万别让你的孩子 成为一个连胶都不会摔的人 那可就是彻底失败了 来 评问 我想问的就是 我觉得人生是有限的 就不可能所有的亏啊 所有的苦 然后所有的事情 还有弯路都自己去经历一遍 那样的话人生也来不及 没有 对不起 你误解我们意思了 没有让你统统经历一遍 你想得美 我想像海明威那样活一遍 酗酒泡女人 跟人搬手腕出海 行吗 我没那福气 真是你想得美 你不是唐三藏 你没有9981难 但是如果一难都没有 不可以 那如果我们没办法经历 这个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就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们指导 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 他不是指导 他不是指导 就是我再说一遍 我痛恨青年导师 他不是指导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把这句话说完 他不是指导 他只是顶多是示范 或者是交流经验 你多大 我今年高二 高二 你恋爱过吗 没有 还没有对吧 那如果易老师说 他替你恋爱一次 把这个感受告诉你 然后你就此生不用恋爱 你愿意吗 我没话说了 你说这么精彩 不是你刚才不是要说 对 他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 谢谢易老 你听懂易老师的话了吗 没有人能替代你 对吧 但是并不是说 你要把所有的都来一遍 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是一名来自南京的学生 我觉得在成长的关键词中 有一个很抽象的词 就是坚强 我一直对这个词很困惑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成长中 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幼稚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会犯一些无知的错误 而这个时候也许我们的家长不能 甚至是老师同学都不能理解我们 就是我想怎么样我们才能让我们 就是去正确的认识这些 所受到的这些挫折 就是从我们来怎么来学会坚强 就是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挫折 就是你不被理解对吗 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却不被理解 遇到困难却不被理解 那干嘛要他们理解呢 困难是用来解决的 不是用来理解的 我是觉得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人来理解我们 但是我们得不到理解 遭到的可能还是一种对我们的痛斥 我倒听懂了他说的这个话 就是因为我想起我那个时候 像他这么大也是这样 就我也会觉得我不被理解 我也会觉得我是对的 全世界都是错的 我也会觉得我很孤立无援 但是我现在我这么来理解 什么叫做坚强 咱们先说定义好不好 我的定义坚强就是不慌不忙的温柔 好 讲得好 我从来不认为说 当他拔出剑 你一定要用刀 那个不一定叫做坚强 那个有的时候叫做技术 叫做鄙视 叫做博弈 或者叫做勇敢 但是真正的坚强一定是温柔的 如果是一个强大的人 那么你知道要去恨一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 但是比恨更难的事就是原谅一个人 真正强大 那么你是应该能够原谅的 所以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你没有那么友好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干嘛要介意他们怎么对待你呢 也许这样做很难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最难的部分做好 那么此生的成长就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了 如果永远回避那个最难的事情 就像小孩子说 我怎么可能不尿床呢 那不是一辈子都要尿床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清楚 有补充吗 没有补充非常好 后面 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讲座 请问一下叶老师 你品读的三果一直很精彩 那么说当下的这些作品 有没有可以成为就是经典名著的呢 什么 什么当下的作品有没有可以成为对世界经典名著的呢 让他们如何成长为经典呢 让谁成为成长为经典 就是当下有许多的作品 这个经典哪是培养出来的 经典又哪是成长出来的 这经典又哪能是当下的作品 经典是淘汰出来的 什么叫经典 大浪逃杀 别的都没了 他剩下了 经典就是这个精神产品当中的 圣男圣女 这句话讲得好 经典就是樊高在活着的时候 根本吃不饱肚子 要靠他的哥哥救济 可是现在一幅画 好像两千八百五十万美元 早已超过这个数字了 之前是卖到了八十美元 他有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检验 今天的讲座主题是成长中的关键词嘛 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 您就是成为今天的您 您觉得在您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对您起的作用最大 是您的老师还是您的导师 或是您的父母 或是您看的书本 还是其他的什么 说实话吗 准备好啊 要丢炸弹 因为我认为您刚才说的 就是成长中的关键词 您说的是挫折失败和压力 但是其实很多的人 也许就是在经历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无法自我开导 也许开导他的那个人 也无法解决他所能提供的那些问题 那么怎么才能够顺利地跨越那些障碍 最终达到一定的人生的高度 成为今天的我们所认为的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你是怎么成为一中天的 他前面那个问题 他前面问题是这样问的 先把他问题理清楚 他说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谁的作用最大 他是这么问的 对不对 说实话 说实话 我自己 那您觉得您是怎么作用于您自身的呢 没有什么作用啊 您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都是您自己解决的吗 当然 不 你说最重要的 你是问的 你不要脱发问题吧 对 你问题是最重要的 不等于其他的人没有作用吗 你不是要我挑个罪出来吗 对吧 你这问题又改了吗 我现在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都不去想想什么叫生命呢 你看到过那个小鸡想要破壳而出的时候那种力量吗 都是自己做过的 谁去帮他 他自己不要活谁可以帮他 你看到过那个资料 小缠啊 他破咏嘛 退到那层壳 那个力量吗 我曾经干过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资料振脱那个壳 非常痛苦 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小剪刀 然后一点一点的把他那个壳打开 让他 让他出来 结果 那个资料不会飞了 它不会飞 对 因为它在振脱那个壳的过程中 它会分泌一种液体 我专门请教了人的 它会分泌一种液体 不分泌这个液体 不靠它自身 它根本无法飞翔 但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和一只小鸡破壳 还是有点不同的吧 叫做 我的回答很简单 是不同而理同 就是事情是不同的 道理是相同的 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自己不把那个壳 震破 你永远成不了大吉 永远 对 永远摔下来 站不起来 只能靠自己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没有办法 您讲 然后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是23岁 然后刚刚进入工作一年 我想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同龄人 应该跟我有一样的疑问 就是前22年 其实有很多路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 那么我就想问 怎么在这样一种 不能选择自己道路的环境下面 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的特点 认识自己的性格 并且树立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想请问一下易老师 在和我同一个年龄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今天会是这样一个易老师 你有没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有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 谢谢 你年轻的时候就老谋深算地 预计到 今天你会成为这样一个易中天 是吗 我告诉你 他今年23岁 我23岁那一年 看不到任何希望 你想我1947年生 到1967年 是20岁 对吧 对 那么23岁是 1970年 1970年 林彪还没死呢 你说那个时候 哪里有希望啊 又哪里有理想啊 那之前我还稍微有一点理想 我说我最能不能到图书馆 做个馆员 就可以读很多书了 你们还招人吗 馆长 不 现在招我也不去了 我弄明白了 他们馆员其实是没时间读书的 都给读者服务去了 我那么傻嘛 然后到了1970年 真是一片黑暗 根本看不到希望 那个时候 如果说有点什么想法的时候 我说了你们听不懂 就是我有一个战友 有天我们一起吃饭 他叹了一口气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今年冬天 让我剥棉桃就好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冬厂冬厂那个活 冬天它有几种活 一种叫拉沙子 就是要零下三四十度的天 你拿着那个架子车到那沙丘去 拉着沙子到地里面去 这很苦的活 那么还有一种活叫剥棉桃 就是把那个没有开花的那个棉桃 从地里摘下来以后 放在房子里面 在宿舍里面剥 可以烤火 可以不吹风 摆动 它就这么一点要求 就这么一点 人是非常现实的 那你说我 那个时候能想到什么 什么都想不到 那只真的每一天就是能够 能把这一天挨过去 就不错了 易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在你的生命场上 你有信仰吗 关于信仰问题 我回答三点 第一 我负责的人告诉你 我没有信仰 我无党 无派 无信仰 三无人员 还没有上海市 外来务工人员 斩助政 我没有 这是第一 我没有信仰 第二 我不反对你有信仰 我自己没有 但是我不反对你有信仰 我尊重任何人的任何信仰 只要是发自内心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信仰 我认为 把中国当前道德滑坡 道德沙尘暴出现原因 归结于中国人没有信仰 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 就是三千年无信仰 我们民族有过信仰吗 从来没有 什么叫信仰 信仰就是对超自然 超世俗的 存在的 坚定不移的相信 就是你相信 有一个东西存在的 这个东西一定是超自然的 和超世俗的 它既不是自然界的 也不是社会里面的 那么至于叫什么 叫上帝 叫神 叫安娜 叫雅赫为 无所谓 叫什么无所谓 它一定是超自然 超世俗的 坚定不移的相信 这个才能叫信仰 其他的都不能叫信仰 把其他的东西叫成信仰 是非常危险的 只有这个信仰是安全的 其他的伪信仰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要变成邪教的 正教就是对这样的一种东西的信仰 而我们民族是没有的 我们的道 我们中国人讲道 天道 人道 它不超自然 它也不超世俗 它就是自然之道 或者就是世俗之道 它是世俗的和自然的 而不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 对吧 天 命 这些东西 我们中国人的都不超自然 不超世俗 所以它不是信仰 这是第一 第二 而我们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是非信仰态度 是非信仰态度 信仰是什么呢 德尔图良大主教 一语道破天际 叫做正因为荒谬 所以我信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存在 你不能用经验证明 不能用实验证明 不能用数据证明 不能用推理证明 它没有任何办法证明它是存在的 但是它存在 你相信它存在 所以荒谬 你又相信它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不能用科学的办法 伦理的办法 法律的办法 你都不能证明 你只有信仰 对吧 这个才是信仰的态度 而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的鬼神 对待鬼神态度是实用主义的 因此中国人的所谓信仰 它是无所不包的 你到农村去看它的神刊里面 有如来佛祖 有观音菩萨 有太上老君 有玉皇大帝 有官公 有 毛主席 有毛主席 还有一个排位上面写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考大学的时候 他就拜文殊菩萨 生孩子的时候 就拜观音菩萨 对吧 航海的时候就拜妈祖 想发财的时候 就拜观公 他都是根据他的需要 去崇拜的 这叫信仰 这能叫信仰吗 那这样 菩萨 菩萨 你保佑我啊 然后这个事成了 菩萨我分离点 下次给你继续上香 不成了 菩萨 你不要在我们家待 对 就是请易老师帮我们 就是解答一下 比如说 分享一下 你对幸福的一个看法 然后牵着机会 就是给我们年轻人 一些教导 这个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 我没有资格 给任何人教导 我除了痛恨励志 痛恨培忧 痛恨成功学 痛恨望子成龙以外 我还痛恨青年导师 对 我青年的时候 最恨别人 最恨别人教导我 谁要是以青年导师自居 他就是一个狗屁 一中天说 对 可以发微博 我最痛恨的就是青年导师 所以我绝不可能以青年导师 自居 这个父母亲 他要做的 扮演的角色 是这样的 第一 是监护人 监护是在他 发生危险的时候 你出来监护 他没有危险 你为什么要管 这是第一 你这保证他的安全 第二 你要管的是底线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 成为违法犯罪分子 对吧 有些底线要守住 比方说吸毒啊 杀人啊 放火呀 强奸啊 盗窃啊 这个 一旦发现 你必须立即制止 法律嘛 法律嘛 还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守住就行了 那么父母要做的事情 不是导师 我真的很痛恨导师这个词 我再强调一遍 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样子 是样子 他不是 因为中国的导师 有个问题是什么 他往那一站 一旦以导师自居 他往那一站 俨然真理化身 师道尊严 不容辩驳 不容质疑 学生如果提出反对意见来 他认为伤了他的脸面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对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对 我是为你好 对 但是他不知道 孩子和学生的直觉比你好 你吃盐吃多了 你过桥过多了以后 你脑袋里装了很多的教条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跟你说实话 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 下一辈看上一辈 绝对比上一辈看下一辈 看得清楚 我一句忠告 我很清楚 我女儿看我 比我看她清楚 我看我爸 就比我爸看我清楚 我爸根本看不懂我 你认这个账没有关系 我不是说你做家长是没有用的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不是做导师 是做样子 但是易老师 做样子是什么意思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 求求你了 你们再不要打断我 让我说完好不好 我接受 这个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说你怎么能让我的孩子像你一样爱读书 我说很简单 你像我一样爱读书 你的孩子就像我一样爱读书 不用你去数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不要怕她摔跤 她是一定要自己摔跤的 你天天跟她指导她 你说路应该这么走 有些是你要教的 比方说走斑马线 这是交通规则 这个是要教的 至于她在这个人心道上怎么走 她爱蹦蹦跳跳 她爱挑那个烂路走 她要摔一个跟斗 是她自己的事 你一定得让她摔一脚 第三点就是 人人平等 我为什么反对导师呢 就一讲到导师这个词 她就不平等 就是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 然后受教育者先天的就比教育者低了一等 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我绝对是人人平等 我们都没有资格教导别人 我们都没有资格当教导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